四道苦空 无因无我呢 这两句是讲的 无我 我这个身是假的 这个身体细胞新陈代谢 也是刹那在标划了 换一句话说 我们走进讲堂时候 这个身体跟我们听完这两个终点经出去 这个身体跟两个小时 是不是同样的呢 跟主要说不一样了 许多细胞死了 许多新细胞生了 新陈代谢 所以两个小时的变化就很大很大了 无因无果 四大是讲物质 五因是讲精神 我们把整个的这个生命界的现象 归纳起来 不外乎这两大类 物质 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 都是基本的这个物质组成的 像这个 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分析 我们了解了 把这个物质 所有一切物质都可以分析 分析成为分子 分子再分为原子 电子 粒子 听说现在 粒子还能够分析 称之为 化科 这最小的了 那么 动物 植物 矿物 星球 世界 都是这些 基本的物质组合 所以 物质 地缺 是平等的 《金刚经》里面讲的 叶货像 我们从科学 证明了 确确实实 这个大而宇宙 小而微臣 是一种物质组合的现象 所以 它是平等的 那么这个基本的物质 它有四个现象 称之为斯大 第一个 它确实是个物质 很小 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是用科学的仪器 能够发现到 它存在 所以 这个我们称它为地 地 就是它是个物质 这个物质 它有 温度 温度 我们称的 是火大 它有湿度 湿度 我们称它为 这个水大 水是代表湿度的 这是中国人 东方人讲的 现在西方人 他不讲温度 不讲湿度 他讲带阴电 带阳电 带阳电 就是火大 带阴电呢 就是水大 它是个带电体 它有个现象 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 这个动 就叫做风大 风是动 不动 就不叫风了 所以 基本这个 列子 它这四个现象 就是 地水火风 这四个现象 这四个现象 刹那刹那在变化了 苦空 它不是永恒存在 它是刹那变化 那个变化 时间 速度 之 快速 我们没有办法 想象 这是让我们了解 物质世界的真相 然后再告诉我们 精神世界的真相 五音 五音是色 受 想 行 实 那第一个色呢 就是前面讲的四大 是物质的世界 后面 受是感受 感受 想 是你的妄想 通通是 不是真实的 妄想 行 行是不住的意思 就是你没有办法停留 你一定是刹那刹那 在产生变化 末后 那个实 就是佛法讲的阿赖耶诗 法相 为实学里面 说得非常详细 色受想行时 生灭 便亦 虚为无主 这是总而言之 无论是精神的世界 无论是物质世界 包括我们这个身 心 以及生活环境 总而言之 它的真相 是生灭便亦 虚为无主 这八个字 佛把它说尽了 这八个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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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